每天10分钟 全球资讯在其中 欢迎收看今日的快讯 大家好 我是盧铭 国际新闻方面 亚马逊始创人贝索斯宣布将邀请美国 82岁女太空人玉利一起上太空 玉利曾经在1961年 参与NASA水星13号太空计划的培训 但这个项目期后被取消 60年后 已经82岁的玉利终于可以一元旧梦 在今月20日 与亚马逊始创人贝索斯一起奥游太空 并且将会成为飞往太空最连长的旅程 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证实 驻守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美军全数撤走 标志着美军撤出阿富汗的行动接近完成 自从美国上个月开始陆续撤军后 阿富汗的战斗加剧 有着阿富汗美军指挥官幽泪 联军撤走后 如果阿富汗领导层无法团结 阿富汗可能会内战 分析认为美军不应该一走了之 加拿大创作歌手拉斐拉和朋友在路边 採摘了一朵鲜艳的黄色大花朵 两人忍不住闻 没想到这一闻让他们受到很多痛苦 回家后出现人生首次被诡压 医学上称为睡眠瘫痪症的情况 过程中一朵产生幻觉 甚至不断做噩梦 据悉这朵黄花属于木曼陀罗属植物 可能造成呼吸度不适 头痛、嘔心和轻微头晕 花朵的东郎荡检成份 亦可能导致麻痹和幻觉 遮量太多甚至有生命危险 由于无色无味特性 在哥伦比亚被当作毒品或迷奸药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于Twitter表示 南极阿根廷、埃斯佩兰萨研究站 在去年2月6日落得摄氏18.3度 打破2015年同一个研究站的摄氏17.5度纪录 成为南极最高温度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说 南极是全球暖化最快的地区之一 过去50年气温升高近摄氏3度 他说今次的温度新纪录 符合世界气象组织所观察到的气候变迁状况 亦有助了解地球边随地带的天气和气候 日本东京都新增加66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 当局据报会在下星期 再检讨奥运入场观众人数上限 而夜间和大型场馆赛事可能没有观众 因应东京疫情反弹 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等 据报会在下星期四再开会 检讨早前计划容许上限1万名观众入场的政策 因应疫情反弹 东京都等四个都员 原定11日到期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计划延长 甚至可能会再发布紧急状态 南韩官员表示由于出现新的群聚感染 以及具有高度传染性 源自印度的Delta变种病毒株扩散 南韩单日新增加确诊新冠病毒个案突破800宗 是自今年1月7日以来最高 南韩政府表示由于餐厅和私人教育机构 爆发的群聚感染 连续第三日有超过八成的新确诊病例 都是来自首尔大都回区 由于有明显的迹象显示 公众的外部活动增加 加上感染Delta变异病毒的确诊人数变多 当局非常担心病毒会进一步扩散 印尼卫生部星期五表示 当地在24小时内新增加25830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创下单日确诊记录 令累计病例达2228938宗 死亡病例就增加539宗 累计死亡有59534个 佔了当地2.7亿人口大约一半的爪哇岛 是爆发巨高传染性变种病毒株Delta疫情最多的地方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星期四发表年度人口贩卖问题报告 再次将中国列入表现最差的第三级监察名单 其余被列入的第三级名单还有朝鲜、古巴、缅甸 以及新增加的马来西亚 香港继续被评为第二级 特区政府批评报告偏颇和不合理 发言人说被国国务院无视事实 并忽视港府多年来对打击贩卖人口作出的无比努力 以及投放的大量资源 国际原子能机构邀请中国专家参与 处理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水处置问题 中方表示会参与相关工作并呼吁日本配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处置问题事关重大 不是日本的私事 在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 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协商 并且达成共识之前 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加角新闻 联邦总理杜鲁多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全国各地都出现针对天主教堂的破坏和纵火行为 这是不可接受和错误的 杜鲁多表示 理解民众对联邦政府、天主教会等机构的愤怒 作为加拿大人 我们了解过去可始的历史 并且在将来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破坏教堂会伤害那些寻求安慰的人 树立于缅省温尼伯尔会外的女皇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的铜像 昨天被人推倒及破坏 现场当时有集会悼念于原住民技术学校小小的学生 根据网上片段有人将铜像推倒后 其他参加者发出欢呼声 事后维多利亚女皇铜像被人涂上红色油漆 基座亦布满红色掌印 暂时未知其他损毁状况 被破坏的维多利亚女皇铜像 1904年已在该处树立 总理杜鲁多中午前于厄提华接种完第二剂疫苗后见记者 他感谢所有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的国民 以及协助注射的工作人员 他指出欲控地区超过七成的人口接种两剂疫苗 但近期仍有感染个案急性趋势 强调国民不应该调以轻心 根据联邦政府网站显示 厄提华在去年9月为在疫情下失业或收入受影响 并没有办法领取就业保险金EI的民众提供的加拿大复苏福利金 目前新领期限延长至今年的9月25日合共50周 而按每两个星期新领一次计算一共为25期 不过网站显示 合资格新领加拿大复苏福利金的人士 直到完成新领21期之前 每两个星期可获得1000元 税后为900元 约合资格人士已领取合共21期的福利金 或相关人士正于本月13日至31日这段时间 准备申请第一期或22期之后的时段 福利金将会减少每两星期600元 最后为540元 人力资源公司Ceridian最新发表的网上调查指出 由于重新开放经济导致劳工不足 接近七成的雇主未来两年 会考虑招聘更多的自由职业或合约员工 调查显示 随着疫情迹章过去 部分员工不希望重操雇业 也有部分员工希望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所以64%的雇主未来几年会考虑聘用更多的散工 代替全职工人 BC验尸官办公室证实 内陆Lytton镇严重山火至今造成两人死亡 BC山火服务处表示 Lytton的山火火势仍未受控 火场面积大约有64平方公里 城镇大部分房屋及建筑物都受到破坏 情况令人担忧 当地已在星期三向整个城镇居民发出次来令 Lytton镇镇镇长表示 全市在15分钟内被大火吞噬 形容已锁性无几 居民基本上只能带同宠物和锁匙驾车逃生 杜鲁多已就BC省Lytton的三轮大火 与省长賀锦及当地原住民社区令就通话 但却没有回应会否派家军出动 杜鲁多又指 厄提华已推出数十亿元计的纾困措施 保障民众安全 星期四晚上 安省Oshawa一名6岁的女孩被胶囊咬伤后 Dorham警方提醒民众采取预防措施 警方称大约晚上8点半在Oshawa的 Northway Court Park正在公园玩的女孩 被一只胶囊接近并咬伤 幸好几名成年人客跑了胶囊 女孩没有生命危险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Oshawa动物中心接到电话后监视胶囊一段时间 扩认其逃走消失在山沟中 多伦多市政厅地下停车场发生致命案件 一名多伦多警员遭到一辆汽车撞死 警方将有关行为定为故意并蓄意 多伦多临时警察总长拉茂表示 死亡的警员名为Jeffrey Northur 属于第52分局的警员 任职警员已有31年 警方表示Northur与另一名警员于案发时身着便衣 在多伦多市政厅参与警务署举行的一项活动 但在市政厅地下停车场被一辆汽车撞到 警方已拘捕一名涉案疑犯 而凶杀组已介入调查 找本地热点新闻资讯 商家超市打字讯息 快下载北美眉头条APP 北美眉头条 加拿大第一资讯共享平台 安省疫情 安省副省长兼卫生厅长叶业利亚披露 全省过去一日和前一日 分别新增200宗和28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 最新一日的个案中 41宗在华铁路区 23宗在多伦多 21宗在皮尔区 18宗在Grey Bruce 截止到昨晚8点 累计注射了15154,499剂疫苗 体育消息 欧洲国家杯八强赛星期六凌晨展开 先由瑞士队在圣比德堡对西班牙队 后有比利时队于 慕尼克大战意大利队 二军即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队 以及应届二甲最佳球员的迪风劳卡古 教练文先尼仍然强调 会踢出球队的自我风格 并称胜出的会是犯错较少的一方 最后我们一起看看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 多伦多明天天气晴朗 温度介乎16-26度 后日晴间多云温度为17-25度 温哥华方面明天天晴 温度介乎16-26度 后日阳光普照温度为16-25度 油价方面 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气氧零售价 明天将会维持每公升135.9仙不变 而大温哥华地区普遍气氧零售价 明天将会上升3仙至每公升170.9仙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快信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再会